12月24日,2023第十届中国冷级马拉松,在内蒙古自治区护伦贝尔根河市明枪开赛,来自中国蒙古国的近千名选手,在零下38摄氏度的中国冷级激情奔跑。此次比赛,共设半程马拉松和五公里欢乐跑两个项目。 随着汽笛声响起,蓄势待发的选手们冲出起跑线,在赛道上纵情狂奔。极寒的天气丝毫阻挡不了他们奔跑的热情,但滴水成冰的温度,让选手们在呼吸间脸上都挂满了冰霜。 经过激烈的角逐,最终来自根河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的选手贾麦,摘得男子桂冠,女子冠军为同校选手陈春阳。 成功的秘诀是知之以恒嘛,因为是根河本地,然后体校冷静马松队的,就是每天就是不折不扣完成训练任务,然后就是能拿到今年的成绩。 我今天跑起来特别的舒服,然后今天天气还好,能够露道也好,一点都不累,然后跑起来特别舒服,越冷越激情嘛。 来自蒙古国的专业运动员萨仁高娃,是第一次来中国参加马拉松比赛,这次他获得了女子组季军的成绩。 一路奔跑,一路风景,本次赛道由市区段、不动荷段、森林段三段组成, 图中更是精心设计了景观道。 组委会官方表示,赛事设计和赛道设计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冷籍特色,希望让每位选手都能成为沿路风景的阅读者和传播者。